《國中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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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流露露》 《國中流露露》 《國中流露》 《國中流露露》 各位好 這裡是《鳳凰全球連線》 我是盧琛 美國最近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中國直言 正是美國的頭號對手 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埃斯珀 日前的表態 他说他认为中国目前是 美国的头号对手 接着又在智库喊话 希望今年年底之前 能够首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访华 可不是吗 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百战必带 那与同时 美国在南海所部署的 这个两个航母也没闲着 一方面印度的军舰 与美国的航母尼米兹号20号 在印度洋的穆加拉湾 举行了联合演习 而美国的里根号 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 海军在南海 进行联合的演练 那美国继续挑衅 究竟意欲何为 今晚方去联系 我们多方的现场 在华人的现场 是本台著美国记者王悠悠 在北京现场 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的 太阳建群所长 以及也特别请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李立副院长 大家会深入地分析 美国的排兵附阵究竟为何 一起看看刘思雨的这种报道 他说我爱印度人 我爱中国人 在河宋连峰的地缘战略 棋盘上 美国能打的牌 已然不多 这回憋了半天出的牌 正面两个大字 印度 背面也是两个大字 硬派 美国爱印度 美国尼克巴群岛附近 有印方的军事 并且这一位置非常靠近 全球能源大动脉 马六甲海峡 此外 印度今年 接下来还将与美国 及日本 在同一海域举行联合军演 甚至有意邀请澳大利亚家里 现在再来看看 这四位玩家 一个几乎快要被 全球新冠疫情 抢走所有曝光量的名字 悦然直上 美国防长爱斯珀21号 对美国印太战略的 最新进展发表了一番论述 而这其中 就免不了大篇幅 谈到这个战略本身 最大的假想敌 中国 爱斯珀宣称 美军正严肃考量 中国在印太地区 日益增长的威慑力 将继续遏制中国 在南海的行动 确保航行和飞越自由 所谓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为了在大国博弈的 旗战上抢夺上风 美国拉一个打一个的野心 早已昭然若揭 20号通过的 一份国防授权法案 不仅颠倒黑白地指责 中国在中印边界的 一系列举措 更对中国在南海 相关海域的领土主权 指手画脚 这份法案的主要提出者之一 正是印度裔议员阿米贝拉 与此同时 另一名印度裔议员 克里希纳木提议的 一项针对中印边境问题的提案 1月21号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美印双方在近期有关 双边自贸协定的谈判中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作为一个农业贡献了 全国半数工作岗位的国家 印度政府为了换取 美方对其纺织药出口的 优惠待遇 不惜拿出开放乳制品 等多个农产品市场的筹码 并且两国日前已签订了 关于石油储备合作的初步协议 作为美国石油的第四大出口地 印度未来会将所够的部分 美国石油储存在美方的战略 储备设施中 美印经贸合作 双方各有怎样战略诉求 在线印太野心 美方未来将有何新动作 秉承独立外交 印度将如何应对美方示好 大家都爱他 但我会告诉你这个 他非常困难 好 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 区域大国印度 未必与他同进同出 如何来评估区域的局势 是我们请出各方的嘉宾 做声音的分析 首先在华盛顿现场 是我们驻美国的记者王悠悠 悠悠我们在谈 这个印美关系同时 我们首先先关注一下 目前的中美 尤其在美国限令要求 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馆 在72小时之内要关闭 目前中方已经予以了 明确的批评 那目前美方对此如何解释 是否有最新的一些消息带给我们 另外就说到是美印这一部分 那对于中国和印度的边际争端 中印双方都是拒绝美国调停的 那美国单方面 现在通过了一个国防授权法案 当中直接指明中国侵略了印度 对此有什么样更新的一些细节 好的 卢春 有关休斯敦领馆的最新事件 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国务院 唯一的表态就是表示说 让休斯敦领馆关闭 是出于保护美国知识产权 和保护美国人的私人信息 这样的一个理由 但是现在国务院还没有给出 任何其他的细节 那我们看到今天美国主流媒体 也都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报道 但是报道大部分都是援引中方的 尤其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表态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很多媒体的报道中呢 都把这件事呢 当作是近期中美关系恶化的 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件 因为在昨天呢 美国司法部呢 其实是宣布对两名中国黑客 进行指控 指控他们盗窃美国公司 以及一系列的西方国家的公司的 这个新冠疫苗的研究 那这个指控中呢 也没有提出来任何有关于具体的 被攻击的公司的名单 以及机构的名单 因此呢 很多媒体呢 也是在这个进行一系列 有关于中美报道的时候呢 也是把这两件事情呢 当作一个中美关系 持续恶化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在印度方面呢 在我们也注意到 美国国会众议院呢 是在昨天前天呢 也是相继呢 马上呢 那立马呢通过了 这个有关中印边界的两个 在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 那这两个修正案呢 其实都是在敦促中印呢 不要在这个边境实际控制线呢 让局势升级 但是我们也看到 其中一个修正案呢 它的措辞呢 也是比较偏颇的 它也是表示说 认为呢 是中方在中印的实际控制线呢 进行了挑衅行为 也是敦促中方呢 停止这个挑衅行为 另外呢还有一个修正案也是指出呢 敦促中国采取外交手段 而不是武力手段呢 来解决中印的边境冲突 那我们看到呢 中国和印度方面呢 这两个修正案呢 在这么快的时间 在这个美国政治 这么分化的情况下呢 美国众议院的 共和党和民主党呢 都是一致的通过了这个法案 那我们也可见呢 在现在在对于中国方面的 任何的有一系列的举动呢 在两党上面呢是非常的团结的 路程 好 这部分在北京现场 我们要请教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的腾建群所长 好 腾 让我们看到 美国目前是蓄意在破坏中美关系 有关这个中国的这个议案 基本是不加思索 非理性的马上就会推出 那如何评估啊 现在美国对华的一个政策 尤其是防长还指出 这样的情况之下 既是头号敌人 还希望能够近期访华 究竟做怎样的打算 首先我们看一下美国社会 美国政界 美国学界 各方面呢 对华认知呢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认为呢 中国最近几年采取进攻的态势 那么美国现在是由这个 原来的进攻 原来的这个全球扩张呢 转向这个防守反击 所以它从一系列政策来说的话 这个是美国社会主流的一个认知 那么认为中国在挑战 美国的霸权地位 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 也对于这种这个认知呢 加以利用 我们看到特朗普选情呢 最近并不是很好 那么甚至在他一直领先的 这个经济领域呢 在前天的民调显示当中呢 也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所以在这样一个形式下的话 他无所不用其极 把中美关系推向这个危险地带呢 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套路 就是说以此呢 来转移国内的 比方说疫情的压力 抗疫示威的压力 经济下行的压力 政党撕裂的这种这个压力 所以它是一种选举这个套路的使然 所以我个人感觉呢 美国社会对华认知呢 现在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 但是呢 一些政客利用中国问题 来抬升自己的政治影响 和政治地位呢 实际上使现在中美关系呢 雪上加霜 政客的投机性啊 在进一步的破坏中美关系 在北京现场呢 我们还特别请到了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 李立副院长 好 李院长我们再来看印度啊 其实中印之间边境的冲突啊 大家也是历历在目 那目前呢 似乎是去一种趋缓的程度 但是现在美国依然还是要在 从中进一步的煽风点火 包括刚刚又也报道了 由美国所通过的 国防授权法案当中 明确的指出是 中国侵略了印度 给印度撑腰 同时和印度在进一步的 进行海上的演习 所以如何来看 印度在这样的时间点上 如何处理对华的关系 确实这个时间点呢 我觉得是比较敏感 也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年 其实美国都在拉印度 主要是为了就是说平衡中国的这种节气 他希望就是说印度也强大起来 那么也就可以平衡中国的这个力量 影响在这个地区 但是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呢 印度实际上一直就是他还是要保持一种独立性 因为他的就是外交传统 我们知道以前是不结盟 他现在强调战略自主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呢 实际上自打他提出了这个印太战略 他就是明确的要把印度作为 美国的印太战略的一个支点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莫迪2018年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时候 他讲了印度的印太 其实呢是需要一个开放的 一个不针对第三方的 也是不搞这种小集团的 所以我想印度呢 主要的还是想尽量的 就是说有一个自己的 对印太的一个解读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美国呢 就是因为要打压中国 所以他有点不遗余力 以前呢就是在中印之间呢 他还是就是说不表态应该讲 但是呢现在呢 就是明确的站到了印度的一方 印度在目前的情况下 因为跟中国有这种边境的冲突 所以呢印度呢 一方面是想利用美国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他其实也蛮难的 就是说究竟能够就是 会不会因此被绑上 美国的这种战车 其实也不符合他的利益 我觉得他是现在处于一种 两难的境地 比较困难 好 滕所长 那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在中国周边 这两个航母 现在真是也没闲着 尤其和印度的这个尼米兹号航母 和印度的海军 刚在举行这个联合的军演 我特别好奇的是 这当中防空的项目还是蛮多的 如何评价印美两军的这个 协同作战和互通性 究竟这个能力如何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航母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 是非常频繁的 最多的时候三个航母战斗群 出现在西太平洋地区 特别在菲律宾海 在南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 那么现在尼米兹号呢 又经过马利加海峡进入到印度洋 我觉得它是到这个中东地区执勤的 那么执勤过程当中呢 又拉上了印度 特别是印度的这个远东舰队 驻这个安德曼和尼克曼 这个群岛这块地区 那么从这个演习的这个模式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叫海上通过演习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和印度东部的这个海军 这个军舰呢 凑到一起 搞一个编队 搞一个灯光 搞一个这个旗语 或者是顺高频 这个通话演习 可能一上午就结束了 那么从演习的这种这个性质来说的话 它是一般的这个友好国家才可以举行的 所以呢 美国拉印度举行这种演习呢 看似非常简单 但是呢 它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的政治信号 就是说呢 美国希望跟印度的拉近 在安全 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它更多层面的释放出 是一个政治信号 就是说两国关系呢 应该说处在 就像特朗普讲的最好的时期 那么以呢 来这个为各自的利益提供服务 好 这部分请教一下李立院长 那很明显美国在向印度喊话 说我们是一个战壕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中印边境的 这个争端部分 究竟目前是否能够在一个和平稳定 往前推进的方式持续下去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印度一方面在海上 同美国有这样的一种训练 另外在陆地上 同样在中印边境 也在进行演习 所以如何来评估印军 在处理这个边境问题上 是否已经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了 确实是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就是说中印这个边境的这个摩擦呀 应该讲就是因为发生了这种流血事件 应该讲对双方的这种互信 确实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我想呢 但是呢双方我们也看到呢 就是说经过就是说 我们那个就是特代有通话 然后两国的外长也有通话 然后就还有四轮的军长的会 军长级的会晤 实际上我觉得局势呢 已经基本上就是说缓和下来 因为双方的就是边境的部队呢 基本上实现了这种脱离接触 所以呢我想局面呢 应该是还是应该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想再去搞什么军演 确实是传递的信号就有些复杂了 但是呢我想还是尤其是可能是看到印度的媒体 尤其对印美的这个在尼克巴 安当曼尼克巴群岛的这个演习呢 还是有了很多的解读 就还是觉得就是说印度是想利用美国的这种军事上 对它的支持呢来向中国施压 特别是在海上因为那个地方它恶守着马六甲海峡 就是西端的出口嘛 所以呢我想它还是要对中国呢 在就是陆地上这个争端呢 对中方施加压力 好 唐所长另外啊 美国另一个航母就是里根号 同样也是同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海军进行了军演 那如何解读这样的动作呢 究竟在这样时间点上 又希望达成怎样的那种效果 其实美国航母的使用呢 它是有战略意义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关系 处在这样一个谷底状态呢 对于美国军方来说的话 特别是疫情当前呢 它要显示自己存在 它要显示自己的战斗能力呢 出现在西太平洋地区呢 而且呢不断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呢 不单单是美国自己的 这个航母战斗群两个对抗 那么更多的还跟其他国家进行演习呢 我觉得它有两方面意义 第一方面呢 实际上还是刚才李莉讲的 向中国施加压力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它在外交上在意识形态方面 对中国的挑战呢 挑衅行动呢 是非常这个严重的 那么从军事角度来说的话 尽管美军现在同样遭受了 新冠疫情的重创 但是呢为了显示它战斗力 为了显示这个地区存在 所以呢它还是不断地硬撑的出来 那第二个方面呢 我觉得它正在这个亚太地区呢 拉帮结伙 包括拉印度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那么共同呢 打造一个围堵中国的这样一个阵线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这一点我觉得它的这种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毕竟呢 美国现在既不出钱也不出力 光靠一两艘航母在这个地区晃游的话 它形不成一个大的气候 而且从中国军方的应对来说的话 也是得心应手 我们保持这个淡定 但是呢我们密切监视跟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这个行踪 同时另外一个方向 我觉得也应该值得大家关注 就是美国的侦察机 最近一段时间呢 频繁出现在这个台湾海峡南口到广州外海 这一地区来来回回进行这个侦察 从这个出动的频率 出动的机型 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 这也是一种施加这个压力影响的表现 同时呢 我个人也在一直认为呢 美军呢 实际上在这个地区呢 在做战场的准备 就是未来的话 一旦中美两国的海军 在这个南海发生冲突的话 可能冲突点就是在台湾海峡以南 就是巴斯海峡以西 一直到这个海南岛这一块区域 所以美国侦察机频繁出现呢 配合它的航母进行一系列的训练 以及侦察呢 那它是有针对性的 好 台海和南海啊 都会成为美国的引爆点 稍后我们持续聊一会儿见 好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美国的印太战略实施如何 还是要看印度有多大成数的配合 今天我们请出各方嘉宾 做继续的分析 好 在北京现场 请教李立院长 李院长我们看一下 印度目前和美国 所谓这个2加2的进一步落实 包括美印的自贸协议 能否在近期能够实现 对此印度有多大的期待 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 确实是这些年呢 就是说印美的这个关系 是不断地提升的 讲到2加2呢 就是安全和经济 这两个方面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看到 就是说印度在政治和安全方面 应该讲我想是跟美国的 共同利益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至少我觉得 在中国这个问题上 在应对中国的崛起的问题上 还有呢印度呢 因为就是美国为了拉印度 那么美国在很多地方呢 其实是在帮忙印度 成为它所谓希望的这种 世界级的大国 加入各种大国的俱乐部 但是呢在经济上面 其实印美之间呢 我觉得还是有不少的冲突点呢 因为我们知道印美两国实际上 它就是它处于的那个发展阶段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所以它的共同的利益呢 应该是很少 这就是为什么 实际上我们看到 印度一方面在安全方面 我们看到它参加了这个 美英日澳四国的这个合作 而且这个合作是在不断地升级 而且在不断地往军事合作的方向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实际上印度我们看到 它在金砖合作 还有呢就是AIIB 就是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这方面 它其实都有很多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它因为它作为新兴的经济体 其实它的利益是跟新兴经济体 是绑定在一块 那么这个我们就回到 就是说最近在讲的 印美之间有可能达成一个 有限的贸易协定 其实这个协定的由来呢 是他们之间是发生了摩擦 发生了冲突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去年的时候 那么特朗普 他是对所有人都不满了 就是所有的伙伴 那么印度呢 因为有对美国是有贸易的顺差的 那么美国呢 就是一直压印度呢 进行市场的开放 那么他因为不满印度呢 他结果中处的这个 给印度的这个普惠制的待遇 实际上这个让印度也非常不满 那么就导致印度就是加征关税 所以现在达成的这个有限的 我们看到有限的这个贸易的协议呢 实际上是双方呢 我觉得是为了解决当初的这个分歧 所以未来离这个私贸协定 我觉得道路还很远 好 最后30秒时间啊 腾先生我们看一下 马拉巴尔接下来会展现出一个 完全不同的面貌吗 今年 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 澳大利亚有可能参加 今年的马拉巴尔 马拉巴尔1992年开始 2007年日本介入 那么现在要邀请澳大利亚 这个是印度态度方面的转变 实际上澳大利亚对印度呢 也从来不是很感冒 但是现在又纠结到一起呢 我觉得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跟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呢 打造一个所谓的亚太小北约 但是这个可能性并不能大 从印度角度来说的话 他也不愿意置于这个美国的旗下 那澳大利亚愿意跟 但是呢日本呢 也是有自己的牌 日本实际上就想借着美国的船呢 出海 特别参加这种多边的军事演习呢 让这个日本自卫队呢 可以出现在这个印度洋 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 那显示出日本自卫队走向 所谓的这个常规国防军的这种态度呢 应该是一种这个基本的诉求 所以我个人感觉呢 这四个国家纠结到一起呢 确实有这个对着 这个亚洲大陆的国家一面 但是呢 要真正拧到一块 形成一个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 可能性是零 好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参与节目 就对于印度多鬼战略的分析 感谢大家收看 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